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鲁木齐农村非农村人口全部要居家封闭管理 杨洁实发表了6000字的长文 批美国离间党和人民 华为告急说 麒麟芯片将成为绝唱 内循环压力大 上海市的市长借美国大使表开放的决心 好 一起来看一下主要的内容 美国宣布制裁林郑月娥 骆惠宁等12名的中港官员 来自彭博社引述了三名消息人士的话 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最快将于星期五 也就是8月7号的时候制裁中国的官员 包括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对于有关的报道 白宫以及美国国务院还有财政部都拒绝置评 香港特首办表示要等待正式的消息公布之后 再作出回应 另外美国财政部这份名单当中 包括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以及前香港警务处的处长 卢伟聪 还有香港保安局的局长李家超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以及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以及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 还有中联办的主任骆惠宁 还有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的署长 郑彦雄以及香港特首办的主任陈国基 而另外一名是卡麦隆国际的名男性 叫做西迪基 此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 宣布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以及制裁损害香港自治的中国 以及香港的官员之后 有报道就指 美国政府已经制定出了一个制裁名单 准备制裁林郑月娥 以及香港的警务处长邓炳强 还有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韩正 等一些中国的官员 但是川普当时倾向于暂不出手 以免中美关系进一步的紧张恶化 林郑月娥在上个月中的时候 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 被问到了是否担心被美国 做出相关的制裁的时候 她就表示说自己没有资产在美国 也不向往美国 如果美国不给她坚撑的话 她就会去美国 那么上个月的31号的时候 林郑月娥宣布香港的第七届立法会的环境选举 延迟一年的时候 再次被问及到了有关美国的制裁的时候 林郑月娥表示她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官员 不了解为什么因为自己国家 在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而受到外国的制裁 另外她也表示 美国的相关制裁可能对她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她表示嗤之以鼻 而目前身在英国的罗冠聪在社交媒体上就留言表示 相关的制裁是根据川普早前监署的行政命令来实行的 要求针对中共打压香港意见人士 采取进一步的制裁的措施 罗冠聪表示 川普近日加快了打击 中共用来散播假消息的抖音海外版TikTok以及微信 甚至扬言香港将失去特殊的待遇之后 香港的港交所势必将会枯竭 估计制裁林郑月娥等一些党官只是一个前作 而关注香港情况的英国组织 香港观察就形容 如果华盛顿落实制裁应该是一个重大也是可喜的发展 因为林郑月娥及其官员们一直在破坏香港的人权 另外香港的前大专学界的国际事务代表团的发言人 张昆阳在社交媒体上也表示说 美国方面启用什么程度的制裁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这一次有香港政府的官员受到了制裁 力度的确有一定的指标作用 而报道指上个月中旬的时候 美国做梦川普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 以及意向行政命令 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待遇 要求查封任何被确认负责或者参与到了破坏香港的民主进程的人士 在美国的一切的资产 另外根据白宫的说明说 川普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内容包括了撤销对香港特区 持有护照持有人的一些特殊待遇 因为美国在1992年的时候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案 当时允许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依然享有有必于中国签证的一些特殊待遇 例如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人士仍然可以获得美国的承证 赴美申请签证的时候可以获得独立的看待 报道称港版国安法上个月的时候生效之后 川普就宣布香港已经是一国一制的地方 就着手要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美国国会随后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 严厉的制裁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 对香港承诺的中方个人以及实体 当中就包括了香港的警方 并且制裁与推行港版国安法的官员以及实体 有义务往来的一些金融机构 包括了禁止美国的金融机构 向这些被制裁的金融机构来作出一些贷款 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非农村人口全部要进行居家的封闭管理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新疆自7月15号发现了本土的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以来 疫情持续的蔓延甚至已经扩展到了浙江杭州 而乌鲁木齐市7号的时候表示 当地加强了对于农村的封闭式的管理 非农村生产人员全部要居家封闭管理 生产人员则必须要从事封闭劳动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办公室的官方微博表示 乌鲁木齐农村农业局局长李湘润在7号下午 在疫情防控记者会上就做出了上述的表示 李湘润表示 根据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 当地加强农村封闭管理 执行农村生活区和农村生产区分离管理 非农业生产人员全部居家封闭管理 农村生产人员在生产场所封闭从事生产劳动 严格落实戴口罩不聚集等防疫要求 当地乡村地区已经关闭了农村人员密集场所 暂停人员聚集活动 关闭了除了蔬菜店、粮油店、副食品店、药店以外 所有的经营场所 另外李湘润也提到 农民居家管理期间 村干部要负责包护管理服务 要落实每一天的日常通风 每一天的消毒等防疫措施 要求村民不得私自外出 由村干部和志愿者来提供 蔬菜、副食品、药品等生活物资配送 以及垃圾处理等生活服务 另外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健委的通报表示 当地时间的6号新增了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为26例 新增没有症状的感染者有10例 全部都在乌鲁木齐 另外截至到8月6号的时候 新疆现有的确诊病例为643例 其中乌鲁木齐是有640例 喀什1例 昌吉州1例 新疆生产介绍病团1例 而现有的无症状的感染者为128例 其中乌鲁木齐有127例 昌吉州1例 上有19,546人在接受医学观察 杨洁篪发表长文替美国离间党和人民 香港媒体报道说 在8月7号的时候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 刊登了由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所撰写的题为 坚定不移的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的 6000字的长文 这个文章当中就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并且指出中美双方承认并且尊重彼此社会制度不同 是两国的关系基础 文章又表示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一些问题 涉及到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关中方的核心利益 要求美国方面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并且要求美国停止打压中国企业 为中国企业经营投资提供公平开放 非歧视性的环境 另外这个文章当中 杨洁篪还说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但是近来美国一些政客接连的抛出了种种谬论 恶毒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 蓄意的歪曲并且全盘的否定近50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 他还说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错误言行 导致了两国关系出现了建交以来异常复杂严峻的局面 另外这篇文章当中也回顾了中美建交的历史 指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 两个国家的关系就是建立在双方承认并且尊重 彼此社会制度不同这一共识的基础之上 另外文章又说 虽然美中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但是两个国家都能够管控矛盾和分歧 妥善的处理敏感的问题 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势头 另外文章说 中美关系正在面临的新的国际国内环境 维护和稳定两国关系的正确态度 应该是尊重历史与时俱进既往开来 而不是歪曲历史否定历史还历史倒车 另外文章强调说 世界各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发展模式都非常刻意 都在走复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而美国一些政客违反联合国的宪章 以及国际关系准则 动辄粗暴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另外文章当中还强调说 美国方面诋毁抹黑中国的政治制度 离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的图谋 注定要失败 另外也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 得到了14亿中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和支持 另外杨洁篪在文章当中还表示说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的社会 中国人民对世界和美国有着清楚的了解和深刻的认知 有能力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是美方某些人可以随意蒙蔽的 另外文章还说 国际社会已经充分的表明 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 不希望中美走向对抗和冲突 美方的一些政客处于一己私利 以种种的手段威逼打压其他国家选边站队 绝不会得逞 因为杨洁篪在文章当中也指出 说美国一些政客应该立即停止 将疫情政治化 把病毒污名化 停止向中方甩锅 推责 当负起对本国人民 以及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担当的国际责任 与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全球抗疫的合作 共同挽救人类的生命 这个文章当中还指 中美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并指台湾香港西藏新疆问题 涉及到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关中方的核心利益 中国方面严正的要求美方 慎重妥善的处理有关的问题 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文章要强调 两国要避免在战略上的一些误判 要严格的来管控分歧 要拓展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 要维护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 也有文章说 美国应该停止打击 中国企业的大力行为 为中国企业经营投资 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性的环境 文章还表示 美国一些反华势力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 蓄意的阻挠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刻意的误导美国民众 企图给两国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文章最后表示 敦促美方的决策者们 要尊重历史事实 认清时代的潮流 正是美国各界有实知识的呼声 倾听世界各国的呼吁 纠正错误 改弦一辙 同中方相向而行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来管控分歧 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 来拓展合作 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本部发展的轨道中 华为发出了告急 说麒麟芯片可能会成为华为的绝唱 华为的消费业务CEO于成东 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的峰会当中 表示 由于美国的制裁 华为领先全球的麒麟系列的芯片 在9月15日之后将没有办法制造 或将成为绝唱 来自中国内地媒体的报道 就说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峰会当中 于成东表示 华为消费业者服务上半年 手机全球发行量是1.05亿台 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的第二季度 华为手机全球的发货量超过了三星 位居第一 于成东也表示 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裁 华为的手机出货量 在2019年就能够赶超韩国的三星 另外他也指出 华为在被制裁的情况之下 手脚被束缚起来了 虽然是不公平的比赛 但仍然取得了全球第一 他透露2020年上半年 华为消费者业务上半年的年 销售收入为2558亿元人民币 至于今年全年的手机销量 于成东表示 由于美国的第二轮制裁 使得华为的晶片储备不足 预计华为全年手机销量 将低于去年的同期 另外他也表示 过去十几年 华为在芯片领域的探索 从严重的落后 到比较落后 到领先 再到被封杀 他说华为已经投入了巨大的研发 但是遗憾的是 在半导体的制造领域 华为并没有参与进去 他们只做了芯片的设计 没有芯片的制造 这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华为的进一步发展 也限制了华为的创新技术 另外他也表示说 在今年的5月15号 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将延长华为的供货临时许可90天到8月14号 但同时升级了对华为的芯片管制 在美国境外为华为生产芯片的一些厂商也将被受到相关的限制 只要使用了美国半导体生产的设备 就需要向美国来申请许可证 这就意味着全球主要的半导体的供应商 向华为供货都必须要得到美国的许可 否则就要承担自己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制裁的风险 不过于成都海托鲁说 华为在今年9月份发布的新一代的Made40手机 将会采用华为的奇灵芯片 如果美国未来的禁令没有撤销 或者是进一步的升级 Made40将会成为最后一部搭载了华为 自己研制的麒麟处理器的华为期间手机 再来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内循环压力非常大 上海市的市长会见了美国大使 表示有非常大的开放的决心 同样是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在中国企业在遭遇到了美国的封堵 经济发展走向了中国国内大循环的一个主题之际 上海市的市长公正在6号的时候 会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 并且走访了外企 强调上海坚定不移的欢迎外资 并且欢迎美企在中国国内 尤其是相关领域的发展 并且也欢迎更多的国际企业 参与到中国的第三届进口博蓝会 来自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说 公正在6号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 布兰斯塔德一行 并且表示上海是中美两国经贸网 来的一个重要桥梁 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 上海将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全力的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的延长环境 另外公正还说 很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国际企业 来到上海投资新业 并且参加第三届进博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蓝会 是由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推动的 每年11月份上军的时候举行 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三届 根据相关的报道 布兰斯塔德表示 面对这一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 中国运往美国的防疫物资 拯救了很多生命 其中很多都是来自上海 他对此申表感谢 并且祝福上海进博会 无期的举办 而同样是在6号 公正也走访了在上海的一些外企 就包括了路易威登集团 以及毕马威 中国还有横隆集团 那么这些企业分别都属于外资 或者是一些香港的资本公司 另外根据上官新闻的报道 说公正仓反时就提到了 上海的三个坚定不移 包括了统筹 疫情防控以及经济发展 还有就是推动高品质的发展 是坚定不移的 并且说深化改革开放 欢迎外资在上海发展壮大 也是坚定不移的 第三个坚定不移就是 坚持优化营商环境 当好服务企业的电效二 另外他也强调说 希望外国企业持续的 来引入全球高端的要组资源 推动更多的一些功能板块 能够在上海进行发展 文章说面对中美贸易战 以及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不振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经济发展 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 但引发了外界许多质疑 另外中国的官方媒体 新华社在5号的时候发表 评论就表示说 以中国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绝不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车 封闭的运作 不能够曲解了经济内部 回圈的自给自足 说新发展的格局 要非常明确的定义 它的要义就是要开放合作 要互利共赢 要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要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开放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新闻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 香港方面的信息 欢迎收看今天的香港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报道 请点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您也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频道如果有上传新影片 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 并请订阅明镜的其他频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火拍跟明镜电视 香港警方今年首度禁止支点会 到维员举办六四烛光晚会 多名支点会常委 自行到维员点起烛光 结果多人被控善或他人 参与未经批准的解决罪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刚进今年六月 已经就此事提出了检控 六号在加码控告 支点会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何俊仁 秘书蔡耀仓等涉嫌另一项 未经批准集结罪 与此同时立法会议员 胡志伟朱凯迪 前香港众志秘书 秘书长黄之锋等十多名民主人士 也被以同样的罪嫌来检控 六号被检控的民主人士 总共有24人 报道指出 香港支点会秘书蔡耀仓表示 早在今年六月 支点会的成员们 以及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 就被警方检控 善或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这一次政府的进一步秋后散仗 说明了同一个事件 在不同阶段进行起诉 当中包含了政治的考虑 蔡耀仓坦言 香港目前的政治形势令人担忧 很多长时间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士 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要来面对挑战 香港警方正借着六四之名 不仅打击支点会的核心 还扩大要对民主年轻人士的压制 苹果日报指出 黄之锋在脸书透露 想不到昨天刚离开法庭 今天又要应付另一宗的罪件 他说政权总是无所不用其极 要让他们为了应付官司疲于奔命 不过他强调抗争的意志不会因此被磨灭 他也表示司法的程序很长 由律即使包围警总案完结 律政司仍然会借由此宗的案件来限制他出境 阻止他向世界来继续说出真相 另外先前在民主派初选当中 高票当选的抗争派 何贵兰跟张昆阳 都透过了社交网站公布相关消息 张昆阳指出 早就有心理准备 警方会在六四之后做清算 他认为警方是借着市民忙于抗议 政治气氛转弹之时 向他们做出政治拘捕打压 但是他并不会过于担心 反而会以平常心来面对 何贵兰则表示 这一次控告他是政权一方面 想要操控临时立法会的议题 来转移抗议不利的视线 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抗争阵营的清算 他认为这一类的清算会陆续再来 报导指出 全湾区议员陈敖辉 对警方突然清算不感到惊讶 所做的控罪并不是相当的严重 只是想要骚扰民主派的人士 曾奥辉并指出 他本人对控罪毫不在意 但是担心警方会借着控罪 趁机扣押被告人士的护照 来限制出警的自由 港府动用紧急法宣布押后 9月立法会选举一年之后 立法会出现到了真空起的问题 根据了解 特首林郑月娥此前已经向北京成交紧急报告 将此问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做决定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8号即将一连四天在北京开会 预计会期当中会讨论到 香港立法会真空起的问题 消息指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今早上级赴会前表示 预计人大常委会会做原则性的决定 不一定会讨论到细节跟具体的处理方式 他表示自己会将港人的意见 带到人大常委会来讨论 他认为港人现实的意向由现任的议员来序认 只不过被取消资格的议员该如何处理 总是有不同的意见 特首林郑月娥曾经表示 可以延任县届立法会一年 港区人大代表叶国签则提倡 成立看守议会并限制部分的权利 或者采用比较受到争议的方式 也就是成立所谓的临时立法会 然而如果采用临时立法会的方案 被DQ的现任议员可能就无法过度 此前中国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赴港就立法会选举延后 传身的真空旗来听取意见 更据了解他在终联办与多名的建制派人士会面 包括立法会议员谢伟俊、何君瑶、陈建坡、马峰国等 以及港籍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当时媒体报导提到 张晓明指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 并未表明明确的立场 美国驻港澳总领馆今天发表声明强调 日前会晤公民党成员受到部分亲中人士跟媒体的大家踏伐 对于有人以密谋来形容会晤 甚至还指控勾结 根本就是荒谬的说辞 综合媒体报导 官方强调一直跟香港的不同人士来会面 包括亲建制人士、反对派人士以及社会各界 而所谓的会面既不秘密也不神秘 因为外交人员的工作是要了解其东道主 以及帮助东道主来了解美国 声明指出这种荒谬的指控 反而证明了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跟安全毫无关系 而是要令主张民主的声音噤声 威胁到了言论的自由 而声明当中也提到 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 形成了一种恐惧跟自我审查的气氛 言论自由上面也产生了寒传效应 声明指出香港国安法严酷 跟安全无关 并表示实施国安法的目的 是要制止民主倡导者发声 甚至威胁进行最常见的言论自由形势的人士 声明也重申 美国领馆自国安法实施以来 已经再三地表示严重的关注 因为条例定义不清 措辞含糊而且影响深远 他们也密切地关注国安法 对香港社会、传媒、公众行事、言论自由等的损害 促请港府跟北京 尊重港人的人权自由 中英联合声明 维护香港国际都会的声誉 最后又名言 美国对港政策始终如一 正如美国一再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强调美国支持一国两制 跟北京承诺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 此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默克 亲自到公民党主席梁家杰的律师事务所 跟他和党魁杨岳桥会晤 梁家杰事后在脸书回应指出 这只是一次跟驻港外交使节常交流性质的会面 就香港政局跟公共事务来交换意见 批评有媒体大惊小怪小题大做 并表示密会怎么会光明正大的在写字楼上面 而且还拍照呢 当时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 也在脸书上面质疑 为什么总领事是单独一人附会 就连记录员也不带 质疑这次的会面绝对不寻常 香港目前疫情严峻 新冠肺炎病例已经逼近到了4000 今天下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 非强制性的全面普筛政策 也就是全民自愿性的接受免费社区的检测 最快在两个礼拜之后实施 综合媒体报道 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 任何市民无论是否属于高危群体 如果想要检测便可以参与 他说西港疫情仍然严峻 中国中央政府重视香港疫情的爆发 并提到他在7月下旬 已经就加强冠病的检测 跟设立社区治疗设施来向中央求助 消息指出 港府将参考茨云山区居民进行检测的方法 也就是由市民自行到诊所来获取化验品 并且需要自行缴回 每个人只限一次 此前中国中央委派到港的7名检测先前队成员 将会继续留守化验所来工作 如果检测的工作可以顺利地进行 每天至少可以检验约40万个样本 而港府也决定将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 改成检测的中心 此前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钟南山就指出 香港前两波的疫情控制的相当不错 但是从7月起就开始有点失控 他建议香港应该要加强核酸检测 尤其是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排查 他认为目前不应该只对黄大先驱来进行筛查 而是应该要对全港来进行普筛 总共其实也才700多万人而已 早发现早隔离就可以减少人传人的几率 他还补充说到 武汉当时就是寻死模式 所以疫情很快就得以控制 另外钟南山当时也特别提到 中国有不少的地区采取的措施比香港还要严格 像是黑龙江北京或者是吉林等地爆发疫情的时候 都是迅速地将病毒限制在某一个区域 并且宣布停课进行区域的核酸检测 限制民众出门频率大约25天就可以把病例清零 美国对中国社交媒体APP实压加大 同时也对Ttop母公司字节跳动 跟腾讯旗下的微信出手 引发了市场的震动 根据东网报道 港股低开21点之后持续的寻底 临近中午的时候更出现一轮恐慌性的抛售 恒指一度急泄762点 低见24167点 之后V型反弹上24500点稳固水平 收市报24531点 而恒生国企指数中午收市跌了212.72点 或者是2.08% 报9989.69点 跌破了1万点的关口 之后施尔富德收报1063点 另外 中概股企业或面临到 2022年前被除牌的风险 加上川普签署行政命令 被点名封杀的腾讯曾经大卸一城 失守500元大关 低减499.4元之后 即有买盘吸纳 收市报了527.5元 跌幅收窄到5% 根据联合早报报道 腾讯一位发言人指出 正在研究这份行政命令 来取得彻底的了解 此外 其他大型科技股也普遍的下跌 阿里巴巴跌了2.9% 小米集团跟京东跌了3% 每团点评保持强势 收报223元 逆势上升了1.8% 中芯国际第三季毛利率指引下跌 股价曾经大错将近一成 收报29.85元 跌了8.8% 失守30元 另外 瑞生科技跟顺宇光学 收跌2%跟1.8% 中美两国的新闻工作者 近期因为两国角力的对抗 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香港外国记者会6号发布声明指出 已经有多名驻港外国记者 办理工作签证遭到延误 他们的工作已经受到影响 甚至被迫中止 这对于长期致力保障媒体的香港来说 是相当不寻常的 声明也同时指出 反对在国际争端当中 利用记者签证来作为武器 呼吁美国川普政府 取消对中国媒体的限制 也呼吁中国政府 不要拿在香港的美国媒体跟记者 来作为报复的武器 针对国安法的部分 声明指出会敦促香港政府 澄清新实施的港区国安法 对于记者的影响 并要求港府保证记者 将会有自由来继续的工作 不会受到恐吓跟阻碍 但是到目前为止 香港当局还没有提出 澄清或者是任何的保证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香港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报道 请点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您也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频道如果有上传新的影片 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 并请订阅明镜的其他频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火拍跟明镜电视 明镜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编导 主播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口条家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书案政经科技 或文娱新闻 据新闻政治学 经济学科技等专业背景 更受欢迎 五有网络媒体操作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掌握视频制作软件及图片处理 七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具工作热诚 愿意接受新任务 音频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才干 主要播放平台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队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白班及晚班 休假制度 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